謝謝 今天你收貨慢慢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備戰選舉展開請益之旅 七號拜會前臺北市長黃大洲 兩人暢談約一小時 不過讓外界印象深刻的是 當年黃大洲面臨的選戰 和今年一樣都是撒卡都 一九九四年首都執戰黃大洲 趙壽康陳水扁 支持路程縣正三角形局面 代表新黨參選的趙壽康 操作棄保黃大洲吞敗落選 蔣萬安拜會黃大洲 兩人有談到應對戰略嗎 蔣萬安向前輩情義 補足市政功課 要挑戰黃山山豐富行政歷練 至於是否有正三角形危機 蔣萬安始終必談 不過分析北市選戰 國民黨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如 自己做民調 認為黃山山民調已經快到天花瓣 黃呂錦如預估北市七成投票率來看 陳時中至少可拿三成選票黃山山大約兩成 蔣萬安可拿到四成 不過憑著年輕優勢還有上升空間 2022北市長選戰藍白人選幾乎底定 只查綠營宣布人選 藍綠白都有一定支持度 選戰精彩可期 awakened willkommen're we at w - station 組放沒有 - colleg退 - 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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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